大家好,欢迎收看速度台海 上一期节目我谈到一个观点 在侯友谊出现之后 等于宣告了国民党2024年三阶段的整合 已经完成了两步 也就是说完成了党内整合和泛然的整合 剩下的也就是最艰难的一个阶段 就是菲律整合 国民党民党能不能实现这个南北河 南北河如果成局又是怎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呢 当然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 想必大家会问一个问题 2024年柯文哲会不会参选到底 如果他参选到底 那国民党要怎么跟他合作呢 先来分析一下目前的整个的局势 国民党应该是比较被动 比较有求于民众党 而民众党占据了比较有利的位置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跟各自政党的诉求是有关系的 国民党是在野第一大党 2024年它最大目标就是夺回台湾地级领导人 这样一个大位重返执政 民众党它作为这个在野第二大党 柯文哲绝对没有实力当选 所以他所要求的 或者是他的筹码就是 希望这个壮大民众党的实力 那柯文哲现在老神在在 他为什么有这么底气呢 因为民众党掌握了这种关键少数的位置 也就是柯文哲所说的 我自己无法当选他们第七领导人 但是我可以决定 2024年谁的当选 只要他的屁股还向哪一边 哪边2024年就更有胜券 这样一种把握 民众党掌握了 差不多20% 雷达不同任用选票 所以足以起到这种杠杆的作用 但是柯文哲这么多年 对抗民进党的结果 如果2024年还是由民进党执政的话 民众党只会进一步打压 政治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 所以蓝白双方都有下架民进党这样一个共识 所以这就是双方蓝白合作的基础 那柯文哲怎么出招 其实经过观察 大家都知道 经过八年的台北市长历练的柯文哲 现在已经曾经了 对于蓝白和第一庭 在侯友宇出现之后 柯文哲两天之内连出三招 非常的犀利 毫不含了过 第一招 就是侯友宇获真召当天 民众讲座提名 柯文哲参想2024 第二招就是派出民政党前秘书长谢立功 开出第一箱 表态争取这个区立委的选举 第三招 就是第一时间 柯文哲联系失忆的这个郭台铭 并公开他们有电话联系这样一个消息给媒体 虽然柯文哲说 不会在这个时候去打扰郭台铭 等他冷静几天再说 但显然柯文哲要公布这个消息 其实就制造民众党仍然可以争取郭台铭 这一种假象 向这个郭台本丝毫 说白了 柯文哲现在其实就是把这个参选台湾第七领导人选举 做一个筹码 来逼国民党在立委选举当中做出浪布 坐等侯友宇朱立伦和国民党出嫁来找他谈判 所以我的预测是柯文哲可能会施法宋楚瑜的做法 2024年会参选到底 因为他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第一 就是提高民众党立委的席次 从目前的五席扩大到八席到十席左右 第二就是争取更多的政党补助款 为民众党的生存发展增加财源 这里我就要提一下政党补助款这个事情 因为对台湾政党来说 政党补助款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入 根据台湾规定 政党票达到百分之三以上 就可以获得每年每票五十元新台币的这样一种补助 那民众党2020年超过了这个百分之三的政党票 所以他每年获得了近八千万元的这个政党补助款 四年下来累计是三点二亿啊 所以这个收入还是很大的 那2024年柯文哲当然想要更多的补助 如果柯文哲自己不选 他是最强母级 你无法去不选的话 他就没办法吸引这个媒体的报道 没办法这样的动员 所以民众党单靠那些小机器人难度很大 这就是柯文哲要参选到底的这样一个理由 所以顺便提一下 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出 宋楚瑜当前 为什么明知不可而为之 明知自己选不让 还多数参加台湾地区领导人呢 他就是因为要维持这个亲民党的这样一个运作 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的时候 只有去牺牲自己 那有人就会问 如果柯文哲参选的到底 国民党又在立委选举当中 里让民众党 那这种策略性的合作 对国民党有什么好处呢 合作当然是双赢才能够进行下去 可是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国民党的立委选举不让步 那柯文哲在选举过程中左右开工 打民进党又打国民党 这样的话 那民进党有执政资源 那你侯以于落败的这种可能性就更大 另外呢 民众党在蓝绿五五颇颇的这种立委选区 或者在蓝营稍微领先的一点的选区 民众党推出自己的人 这样一来 一搅局 那国民党很可能就会输掉这些立委 这就是蓝白不合作的 给国民党带来的独立的因素 可是如果合作呢 结果可能就会不一样 比如说在这个国民党可能稍微落后的选区 由民众党去当选的话 蓝白合作 那可能就会把这个民党打败 在不分区立委 也可以国民党适当地协助一下民众党 那如此一来 柯文之后 民众党可能就会投桃暴力 选举过程中 他就专打民党不打国民党了 然后呢 获得善意回报的这种民众党支持者 也可能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最后关头 自动气保 把票集中在侯友谊身上打败了民进党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蓝白合作之后 民众党跟国民党他的地方的庄角可能就会起作用 他们会根据各自政党的要求 在立委选举票 跟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选票 这个过程中进行分离投票 最后实现双赢 民众党扩大自己立委席次 那国民党可能就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2024年一起合作下架民党